由美国基督之家联合祷告训练中心主办 并与多所著名华人神学院及机构合办的湾区华人祷告特会 于加州时间7月10日以线上方式举行 也许是疫情解封后的美国对祷告有极度的热情 吸引当地甚至来自欧洲亚洲的华人超过650人参与 这次我们没有想到整个地球 一方面是西半球一方面是东半球 两个半球加起来的人数700元 那么平均分配实在感觉到是全球性的活动 所以这是神自己的做工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 祷告能翻转一个人的生命会带来教会的福音 不祷告人做事祷告神做事 陈道明牧师鼓励弟兄姐妹要看重祷告 一直祷告就会看见圣灵的工作 会中也将祷告分成12个专题 包括祷告与宣教家庭社区职场的关系 使徒保罗在教导他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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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太的时候他属灵的真儿子的时候 他告诉他说牧会的要诀是什么 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为万国万民祷告 魏开勇牧师在祷告与传媒的专题中 讨论利用新媒体传福音 用社交媒体线上聚会是否合神的心意 不要觉得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科技时代 网络时代 新媒体的时代 好像就有很多心意和陌生感 我也借着这一次的祷告特会 在激励自己和弟兄姊妹们 就是让我们把焦点先放在祷告上面 让我们所做的工作 让我们所做的服饰 也从祷告开始 祷告与生活与工作服饰密不可分 宣教至于万国万民祷告的店更为重要 以上是Good TV北美好消息整理报道